好 答应来关心的消息了 其实这一回来看到的是 我们的选战越来越逼近 但各方的乌贼战术越来越多 现在遭止论文抄袭 民进党的乌贼战术又在开打了吗 这回打的是谁 自己人郑宝钦 虽然他现在要参选 他要被开出党籍了 但是你来看看 自己人杀自己人 一样不手软 现在郑宝钦有一大动作 开港的四叉猫 四叉猫也跳过来 来帮忙陈时中 所以先来看看这个状况 这是网红刘宇的一个脸书 他说指控 论文抄袭国阵报告 训论前后到庄去 不过郑宝钦很怒 而且也在喊告四叉猫 其实来看到的是 他说当年 他们又后来隔了 这个九个小时之后 又再发文再公了 说当年你整夜抄了 香港中文大学 公有企业改革跟民营 没被发现对不对 好了不代表你现在 依然不会被发现 继续来狂追猛党 继续来猛攻郑宝钦 不过郑宝钦呢 他也有动作 来看他在理书就发文 他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他说呢 与其找个侧意来一直污蔑我 不如好好思考 该怎么样来建设桃园 怎么样来当孩子的榜样 市民自然才会选择你啊 我当然呢 现在民进党也急着要把 郑宝钦的党籍给开除了 外界就说了 其实这样一个状况 其实在民进党内部 反而会掀出了轩然大波 而郑宝钦也说了 民进党是乞丐敢妙弓啊 变威权体制 变成密室协商 而郑宝钦拖党参选 其实为安 这是呢 媒体人为安 他就在领书说 这个感觉跟45年前的一个中立事件 非常的相像 最终火会越烧越大 因为郑宝钦的拖党参选 不代表他个人了 现在代表的是一群人 一群跟他类似有思想价值 认为民进党已经背离了 原本的这样子呢 民主的一个机制 来密室协商 来威权体制的一些 很多的民进党不满 现在原本是民进党的人 但是不满 现在民进党已经变成 这副模样的人 所以可以看出来 现在呢 整个绿营的内斗 茶幅的风暴 越演越烈 但其实告诉大家 四千八 他也忙着来帮陈时中 来一起来拍影片 他今天在新闻的一开始 都有看到嘛 好 跟陈时中一起来开一个 被外界骂翻了 这一丝是偷窥 这样的一个宣传影片 政策的影片 不过其实呢 陈时中除了来拍这样的影片 来宣传他想要在公厕 要装免制马桶之外 他还夜冲了同志的酒吧 还跟这呢 现场的人脸贴脸 看起來玩得很high 學調酒 想說要開拓票員 目標是要鎖定年輕的族群 但是 這是柯文哲就諷刺 人演戲 你雖然可以戲路很寬廣 但明明就是一個訴諸 卻演成林志玲 來聽他怎麼分析 天下雜誌前面講說 選一個議員大概1500萬 選縣市長大概1.4億 所以我每次講說 選舉費用太高 是反正是敗壞的開始 所以這幾個問題 那如何用便宜的方式 來達到被認識 選舉費用要降低 選舉費用要降低 那只要就是要走這種 就catch the eyeball 要這樣吸引大家注意 不過最近看陳時中 他打選戰 有調酒 有去紅字趴 然後就還給人家雄抱什麼的 不過我後來發現 他那一套 後來我們大概check過了 他走的路徑 跟2014去的地方都差不多 用那種方式 就叫網紅帶網紅 就是讓他去不同的地方 雖然是小眾 那把每個小眾的跳舞加起來 所以後來發現 他的選戰的那種moto跟 不同的蠻像 唯一沒有就少這一趴 到同志酒吧這一邊 不過這樣 我們說演 雖然是說人可以細路寬廣 但是也不可能這樣 你明明就宿租 演成林志玲 這也是跟人設倒不起來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 你們對這種廣告 如果跟人設差太多 你覺得真的還有用嗎 好 Brian Tsai說 宿租會很生氣 不想被拿來跟時鐘來比 另外也是 這個 67012 也說阿伯真的說出了真心話了 這個偷窺片 免治馬桶證件變成了偷窺片 讓大家罵翻了 來看同時推出了這個 就是跟四叉貓 共同演出的這個宣傳片 剛剛也提到陳時中 這樣偷窺這樣的一幕 真的引發大家爭議 團隊現在緊急下架修正 但對手黃先生跟蔣萬安 當然也沒放過他 對政界拼評根本不切實際 而且滑而不實 找來網紅四叉貓共同演出的宣傳影片 陳時中參選後的第一個政見 跟馬桶有關 不過陳時中廁所偷窺 詭異畫面 引發網友罵聲連連 團隊也緊急下架修正 我們有接到一些反應 對於變得橋段 大家有一點意見 那我們也立即做相關的修正 不是說做了免治馬桶以後 就不顧清潔了 他與其去在意屁股以下的東西 還不如去在意市民怎麼樣填飽肚子 還有台北市怎麼樣都市更新 在那邊瞎逛瞎扯 逛網夜店去逛酒吧 然後提出這個華爾不實的政見 這讓人家覺得啼笑皆非 難道我們曾經當過指揮官的陳時中 真的是像網友說的是一名草包嗎 免治馬桶想要借進日本東京 北市7200個馬桶一座花費6000元 總計租估4320萬 這前來以來後續又要如何維護 也引來對手猛力炮擊 希望不要再華爾不實 因為有一些我們之前也是希望能夠設置 可是比如說在一些市場 那大家就反對 因為他們管理維護會很困難 其實目標應該是要提升 整體公測的清潔衛生品質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還是必須要有相關 完整的配套以及清楚的說明 我想才能讓市民更了解 免治馬桶的實用性跟可能性備受討論 陳舟想要新年輕選票求新求變 卻讓政見宣傳變成性騷擾片 這個免治馬桶做對部分的族群的人 是有必要 但是問題是你這一群人 也許他的家裡面有 那他就不需要到公共廁所去 所以我想這個這樣政策的評估 或是說他要如何落實 我覺得還需要更細緻 那這個另外一個角度就是說 你影片拍成比較戲虐的模式 那可能會讓人覺得不太舒服 想要台北幸福中 卻變成選民逆時中 民眾擔心阿中部長的政策牛肉 淪為撒幣大巨跟兒戲 接著讓張宇佳於台北報導 吃麵 喜歡吃水餃 總覺得少一味的 來 這一罐是什麼 海皇XO干貝醬 直接來這個QR Code 快點GoQR Code 來幫我掃一下 快點GoQR Code裡面呢 有很多中天嚴選的商品 喜歡的好朋友們千萬不要錯過囉